人标题阿汤格官宣《谍中谍》 两部续集2021年、2022年上级去年 汤姆克鲁斯为我们带来了《谍中谍》系列电影第六部 《谍中谍6》全民网界 凭借极高的娱乐性与稳扎稳打的质量本片票房口碑双丰收今日 阿汤格在推特上正式官宣了《谍中谍》系列电影的两部续集 虽然没有给他们定名和进行说明 但阿汤格表示两部电影将分别在2021年夏季和2022年夏季上映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阿汤格官宣《谍中谍》两部续集《谍中谍》电影 讲究实拍各种动作场面 在质量上也是精益求精《谍中谍录》上映距离上一座也有三年的时间 所以后年才能见到《谍中谍》新电影也并不让人意外 《谍中谍》六剧照不过阿汤格官宣了两部第二部上映 与上一部仅相差一年 所以他们应该是联嗨并且在剧情上的关联可能更加紧密 如同《复联3》与《复联4》那样 海拉蒙影院官方微博也分享了这一消息 表示两部电影将继续由特里斯托弗麦考里扛顶 阿汤格自然也将继续扮演伊森亨特动作场面 绝不含糊 《谍中谍六剧照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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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